來看第六點 DIY的自製面膜一定是安全的 請問說人家對不對 不對 最危險的地方就以為 就是防守我們最安全的地方 人家安全的地方 就是最危險的地方 所以人家一直說是 天然的最好有沒有 然後就會自製一些水果 面膜 就是濃度也沒有辦法控制 成分也不穩定 是 我們最常用的就是 小黃瓜 然後西瓜皮 檸檬 對 其實我覺得食材類的面膜 濃度可都還好 食材類的面膜都還好 比較怕的DIY是化工行 買回來的DIY 因為你同樣買那些東西 它的PH值你沒有辦法控制 比如說你今天要做一個美白 化工行有維他命C 對 你像維他命C 你就沒有辦法控制它的PH值 然後第二個你的保存 你沒有添加防腐劑 你的保存沒有辦法控制 你用食材 至少你還會覺得說 用完如果不丟掉一定會不新鮮 我們都會有這種概念 所以我們用完都會把它丟掉 所以食材類的 只要避免一些感光性成分 就是像檸檬 酸類的 然後或是果酸類的 否則像我們在廚房 蛋啊 奶啊 然後這個澱粉類啊 糖類啊 蜂蜜啊 牛奶 對 其實這一類都是很好的保濕成分 只是你用完就是要把它丟掉 那你不丟掉 當它長細菌就不安全了 對 像廖醫師剛剛提到那個 自己自製的 有一段時間很流行 就是甚至有很多坊間出書 那就曾經有人就是做面膜的時候 有忘記一個東西叫做丟掉 就是說你調完了 你知道全部刷完之後還剩一大碗 那很可惜啊 冰起來 對啊 冰起來隔天繼續用 對 可是第一它的 因為它既然已經調完了 它其實有效成分會跟空氣做氧化成分 可能第二天效果會不好 第二個就是它可能會產生一些細菌 因為它畢竟是濕濕水水的東西 它如果產生細菌你適得其反 所以當你在看著書做優格面膜 或者是牛奶面膜的時候 你要自己知道自己的量 做一次量就好 一次性的就丟掉了 不要想到說我把它冰在冰箱是 明天再拿出來用 不然剩下的就是敷腳 敷手也可以 敷膝蓋 膝蓋容易黑 OK 好 所以自製面膜也要小心 尤其是剛才專家提到的 化工行買回來自製的那一種 對 應該有很多人因為這樣 又去找廖醫師吧 有 對 很多 非常多 然後不只自製面膜 反正能夠自製的 都幾乎都有人嘗試 不知道為什麼 還有自製竹膜 然後自製泡腳水 然後泡了以後 這個腳皮就掉下來了 然後就來找廖醫師了 OK 好 要小心 好 第七點 面膜越貴 效果一定越好嗎 請問一下身分專家 請作答 這個應該是不是這樣 真的 不是這樣 但是我們要說 真的太便宜 你真的也沒有好貨 也沒好貨 對 因為太便宜 你使用的這個保濕成分 以保濕來講 你可能就使用一些多元醇 是 多元醇其實是在面對 外界濕度變化的時候 最不穩定的一個保濕劑 OK 那但是需不需要貴到 這個天價付一次上千塊 其實我個人認為倒也不一定 那消費者常常會問我說 那怎麼選 那其實我覺得最重要就是說 你要選一個比較有品牌的 那它有這個大的實驗室的一個 實驗研發的過程 然後安全性有把關 這個是我們比較覺得說 比較安全的 對 比較安全 貴應該是貴在這邊 不是貴在純價值 價格上的貴 而且其實這個面膜的價差 從二十塊到一千塊錢都有 那很多人真的都不曉得 該怎麼去選面膜 因為真的有些人敷二十塊的面膜 他也把自己照顧得很好 那有些人敷那種兩百塊面膜 也敷得很糟 所以真的不一定價錢 是決定贏錢 因為有些的那個面膜 會幫化妝品公司 它的成本 可能是在行銷上面 行銷上面 或它的品牌價值上面 對 在製造上面 對 所以我覺得 找一個適合你的面膜還不錯 我覺得像現在很多的那個 像美容科診所 他們會有自己推薦的面膜 或者醫生自己做研發的面膜 然後價格不會很貴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 好 像其實在中藥材裡面 是不是有一些 也可以來當面膜的東西 像剛剛講的那個紫草 對 剛剛講的食物 紫草是一般大家比較少 用的取得比較不易 比較常用 大家都是用一些芙苓 對 有的人會去用甘草 對 甘草的話 其實甚至有特別萃取出來 因為它會有一點美白的效果這樣 中藥材在使用 其實也是會建議要醫師來處方 因為其實中藥如果敷在面膜 它也是會分功效的 對…所以就是看個人的體質 像如果說 有的人月經的時候 比較容易手腳冰冷 是它的面膜裡面摘入一些 當歸的成分都可以的 對 可是就是這個必須要 先煮過的當歸水再來調理 沒有辦法自己自己吃就是了 我很怕我們這麼一講 觀眾都在家裡D.I.Y 有時候我說要煮過 你不能夠當歸拿來 煮過是不是拿來喝 效果比較好 是喝進去 體內調我覺得是基本 可是有的人覺得 一定要內服外用一起 效果要快 它就是要立即這樣 OK 好了 還是要請問一下專家 是… 來 第八點 敷過的面膜也可以用在身體 其他的部位嗎 請問對不對 這個對嗎 終於有一個對的 因為我覺得全身上 最細的就是皮膚 太浪費了 對不對 皮膚可以用其他的看都可以 像我自己敷完臉 因為我都會按照時間 我清潔持加15分鐘 我會敷到20分鐘 然後放下來 撕下來之後 它剪對半敷兩隻手 或者剪對半敷兩個膝蓋 膝蓋嘛 或是還有這個手肘 手肘 手肘很難敷耶 我試過 妳要趴著 對 趴著 趴著啊 我沒想過耶 趴著 因為我們喜歡敷著面膜 趴趴躁你知道嗎 對 又可以做 又可以打字啊 這樣還可以打字有沒有 還可以敷著打字 我覺得還不錯 所以其實這裡講的就是面膜 它才可以這樣用 如果身體其他部位的膜 因為有些是什麼頸膜 胸膜 竹膜 還有胸膜 對 有胸膜 還有竹膜 其他部位不適合拿來 往越上方的皮膚敷 因為角質層厚度是不一樣的 那越上方可以往越下方敷 應該是OK的 對 概念是這樣 對 大概是這樣 老師聽說你家裡頭的面膜 剩下半年 你擔心它不太好 其實拿來敷腳也不錯 對嘛 腳皮就比較厚 就勤儉持家的這個看法 除非你看出它已經有眉斑了 是 要不然你如果很擔心 或者它其實價位也不是很貴 對 你就拿來敷 敷手啊 腳啊 就是如果你發現 可能在幾個月過去 那給老公敷啊 因為男人的皮比較厚 會不會比較不容易過敏啊 對 也是可以了 我會跟視頻大哥講的 好 我們今天講了那麼多 這個敷面膜的正確使用方法 還有一些迷思 提供給觀眾朋友作為參考 那最後請三位專家 給我們一點最後的叮嚀 大家想要敷面膜的時候 要注意挑選成分上 是自己所需要的 那有刺痛感的時候 就要記得拿掉 然後第三個 適度就好 一個禮拜敷個兩三天 然後每次敷個十到十五分鐘 就可以了 是 如果皮膚在有受傷的情況下 就不要貿然的自己去選用面膜 最好還是先詢問過 專家的意見 再來做挑選會更好 因為面膜是一個 高效能的一個治療跟保養 所以在敷面膜的時候 你一定要慎選 而且如果有任何問題 一定要先去問醫生 因為你可能 自己不知道是面膜出問題 面膜出問題的跟大家講 這一億片裡面可能有 其中百分之十都是讓你出問題的狀況 對 好 現在天氣也越來越熱了 大家用面膜的量 可能也會越來越大 希望大家正確使用面膜 讓自己夏天過得漂亮 謝謝觀眾朋友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 謝謝 謝謝